现在我就在12km,也就是在宜堡江沙路了,红旅灯 现在出发,去到当中马林,等一下我们看看他走了多少旅程 大家好,我是Mitsubishi的Trylamp 如果你有意识想要了解更多这个Mitsubishi Xpander 或者你是有意识要购买这一辆车 可以找以下的号码可以联系我 顺便看一下这辆车的油耗是多少 现在的情况看来叻 Trip A Trip B都是很少 他就讲这样子半缸油出,他只可以走到150km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看他会不会变到更多,或者是变得更少 忽然间遇到一辆CV,飞着来 所以我们去看看他有可不可以跟CV追一追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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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然 好 好 我现在打了差不多是五十块加刚才还有二三十块的油,应该没有三十啦,因为 真辆车打满差不多是八十五块到九十块 这样子如果我用 算八十块来讲 它是相当的省啦,它还可以走多一个四百七十公里,刚才是四百八十啦 而且那个油是还没有满的 应该是还有一个十块或者十五二十块这样子 所以现在是剩四百七啦,刚才是四百八十 如果以这样的 还有剩下这样的行驶公里来讲 这辆车是相当的省油啦,因为这辆车打满一缸油大概是 八十到九十块钱啦,现在的那个油价来讲 因为它是四十二公里的那个油汤 这样子如果是讲 我还没有打满,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边目前是还有一个gap 大概可以打多一个十五块的油这样子左右 如果是这样 只讲叻 就是打满应该是可以走五百处啦,五百三,五百四,五百五 就是用刚才那个速度来讲 走highway来讲 1.5cc NA 然后给到这样的那个滴水,那个response 动力 刚才我也是驾步慢啦,就是 maintain 140-150 也可以做到 这个油耗是相当的不错 它是一辆SUV 也是一辆MPV啦 就是一个去人车,也是一个高升车 so 真的是相当的省油啦 如果是想担心油耗的朋友 你看了这个视频,你应该不需要再怎么担心这个 expander的油耗 再加上你刚才看了那个 我在highway那边行驶的那个速度应该也 对这辆车 更加了解 知道它的那个 performance 可以去到哪里啦 就是 不是最快 那时候它不会慢 它就是给到你,你要的动力 你要割车的时候 它会给你反应 它不会跟你讲 就是 哦 然后跑不去 这样子啦 你需不去expander 那么 就是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